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想把英国的国家放在前线上 蓬佩奥周四在伦敦分别会晤了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外交大臣拉布 在与拉布共同出席的座谈会上 双方对英国脱欧后 两国的贸易协议传递出积极讯息 我们已经谈讨了我们的自由贸易协议 这是为了我们的两国 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设定一个模式 依然我们在这些投资关系中 我们非常充满地工作 美国的边缘 而我们也会交与中国 尤其是澳洲和英国的国家 奔克克斯比奥 蓬佩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坦诚 农业部分会是一个谈判难点 但他也表示 希望美英贸易协议最快在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夏末秋初时节 可以有重大进展 虽然双方都对未来双边贸易协议抱持极大期待 但华为问题却可能成为一个先期阻力 英国周二决定允许华为有限参与该国非敏感部分的5G网络建设 引发美国强烈不满 蓬佩奥明确指出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所要实现的目标与自由世界格格不入 华为不仅是一家企业 而是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急先锋 拉布也承认 英国在5G网络上的选择 会对五眼联盟 特别是英美关系作成挑战 目前美国政府正对英国接纳华为的政策进行评估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